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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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爺要扮何仙姑, 替泰軍賀壽 少爺, 很緊張 天天躲在房裡練化妝 希望少爺可以突圍而出 該不會吧, 少爺畢竟有多震 數一數二美男子 現在竟然輪到要扮女人 還是多得少爺 還說要給泰軍驚喜 你不准我們傳出去 你不是說少爺裝扮起來嗎? 比你漂亮 錯, 那就好像那些… 那些什麼? 泰軍 泰軍 你們在說什麼? 想到八仙過海和我賀壽 多好, 誰想出來的? 娘子… 原來是你? 是呀, 扣少爺提起 那我又拿出來和大家談過一下 然後大家又覺得挺好的 我們想哄你開心, 泰軍 我知道大家很有我心 其實我也早有準備 娘, 這顆是皇上預知的夜明珠 我求你很多次說留給我算嫁妝 你怎麼拿出來呢? 誰叫你嫁來嫁去都嫁不出 我現在不等了, 趁我今年大手 我看誰的何禮罪得我歡心 我就送給誰 娘子, 一定是你 快點多謝密碼 清清, 壽之有愧 孫媳婦, 我來問Sandy 八仙之中有多少個是女人? 何仙姑一個 那倒是, 全家屋都是女人 為什麼你偏偏要我乖孫扮女人? 我…我打算特別一點 哄泰軍你開心 我開心?你開心吧? 姐姐怎麼會呢? 她見泰軍喜歡看電影 求我們答應粉墨登場 無非是想泰軍開心? 是呀, 媽媽 只不過是一場白星過海 熱鬧一下嘛 熱鬧… 熱鬧 胡鬧, 這些不是熱鬧 是 堂堂男子看女子扮女人 醜 醜… 收家 不准做 不准做 娘, 不要動氣 我們把大仇女是開心事 不要被她弄得不開心, 好不好? 是呀, 娘 娘, 我和哥哥都說過 可能你會不歡喜 只不過有人一意孤行 你知道就好了, 他們說小不懂 你們兩個大人也跟他們胡鬧 是呀, 胡鬧…娘胡鬧 什麼娘胡鬧? 不是, 我們胡鬧 娘, 識路嗎? 是呀, 你們再想過送什麼賀禮給我 到時候我才決定把那顆夜明珠給誰 就是這樣 女生, 媽媽 我陪你了 是呀 媽媽, 我扶你 是呀 看來你的勝算也很低 你甩爛吧, 不用做鐵拐你了 一天都是你, 搞什麼八仙賀壽 害我女兒被人當眾羞辱 關什麼事 前家看草情不順眼 她做什麼說什麼都有說病的 聽到沒有? 是呀, 麻煩你了, 還做什麼償臉 換了其他可能就讚口不絕 你一定輸的, 贏不了的 隨便買份賀禮就算了 娘, 我沒想過要贏 我只是不想自己輸得這麼肉酸 就是呀, 心思誠意搭教未必會輸 你看看這個, 四喜長壽麵 不能吃也能看 就憑你這句話 我立刻煮一碗過來 照道理, 你應該看你姐姐贏 為什麼每次幫助我女兒呢? 難道… 不用難道了 我想曹大娘你們多想了 曹晴就是我的兄弟 如果我不支持她, 誰支持她? 你說吧 就是呀, 你以為每個人都像娘一樣 潑自己的女兒冷水嗎? 看你這句話法 好, 我明天要去找泰君拍他馬屁 讓你嘗嘗一點 你別亂來 理不住我豈不是算偷笑嗎? 怎麼樣? 不好吃, 難不難吃 那到底怎麼樣? 一無無創意, 算了吧 我不會這麼容易放棄 我會繼續煮給你們吃 有誠意 我和你一起煮給你娘吃 泰君 很久沒見了 你的氣息很好 你一樣, 你來探孫媳婦嗎? 不是呀, 我專誠來探望你 我因為聽女婿說 說你這段時間全身冤痛 所以我帶了我的天竹香油 來替你按摩 按摩完之後 你就會全身鬆弛了 你有心, 不用了 我的皮膚都鬆弛了 不是這麼說的 我先替你做一下推拿 不好意思的, 親家奶奶 你也叫得親家奶奶 不用說不好意思 你力度對不對 櫻桃, 你去看看燉品做好了嗎 多拿一盅出來給親家奶奶 是的, 泰君 泰君, 你真是好人事 你一樣好人事, 親家奶奶 你懂得跟女兒籠落人心 你說誰做父母的 不是為自己的子女操心 正所謂養兒一百歲, 長優九十九 雖然說已成事實 二女共事一夫 但是跟山渣比 我清清始終是吃虧的 她這個人口直心快 經常得罪人多 所以我想請泰君你幫忙 不知道會不會太遲 你們母女就一定要看人面色做人 是, 多年媳婦搖成婆 看怕泰君你嫁進來前家 都受了不小氣吧 誰敢?泰君是郡主 當年我奶奶也要站在一旁 看我面色做人 是的…弟弟不認識世界 但是泰君你千萬不要怪她 回去我教訓她 女兒就由我教, 孫媳婦就由你教 這些就叫家教 阿劉她竟然真的來找泰君 糟了, 不知道泰君會不會糟蹋娘 櫻桃 為什麼會有兩鐘? 泰君說多拿一鐘給趁家婆婆 是嗎? 我也說了, 小奶奶為什麼這麼擔心 我說不是, 你們倆一向沒有女情心 如今只有曹仙娘去服侍泰君 你做女兒不會覺得慚愧嗎? 是的…我應該和娘一起去服侍泰君 我現在就去 小奶奶, 順便吧, 謝謝 泰君, 會不會太大力了? 小奶奶, 你是怕我的骨髓 還是你太累了? 不…謝謝… 我是怕你不受力 小奶奶, 你怎麼吐了腰 你這樣拿著那個骨髓做什麼? 你不是要… 泰君是喉嚨癢, 不是想吐痰嗎? 小奶奶, 什麼杯不是要來喝茶? 你用來吐痰嗎? 只是一場誤會 那可以繼續了吧? 可以 小奶奶, 你先給泰君 知道 小奶奶, 你的腰沒事吧? 沒有, 剛才在門口滑倒一下 吐痰而已 回去查點脫炸酒就沒事了 對了, 為什麼你會來找泰君? 我替你出口氣 之前老乾婆經常在別人面前 落我們臉 我借耳懷來替她按摩 不斷用力搓她, 搓散她腹骨頭 娘, 你真是膽子 不用說 不然她以為我們母女共好欺負 我娘那麼厲害 連泰君也敢教訓 以後我在前家 還有誰敢欺負我 現在氣不順, 舒服了 不過這樣, 遲些她做大壽 我們那份賀禮也不可以失禮 要做得好好的體體 娘, 你說怎樣就怎樣 我聽你話 我聽你話說 姑奶奶 小姐, 過來吧 有事跟你談 什麼事? 那顆夜明珠原本應該是我 所以我奉勸你一句 不要跟我爭 泰君說過, 一樣說一樣 我這次也很想拚得她的歡心 所以不如你讓一下我吧 但是你在泰君心目中永遠都是一毒米田共 我知道 所以我就很想趁這個機會扭轉她的想法 我自在必得 我當然自在必得 其實我每次陪泰君去廟生音禮佛 經過龜池的時候, 泰君也會停下來看看 所以我打算龜掌聲長壽 當泰君收到這份禮禮 在家裡養又行, 放生又行, 很容易 我想泰君一定會很喜歡 不過有人就未必喜歡 我不是說你 龜…快點吃東西 你不可以不吃東西 對, 你要吃得飽一點, 吃得精靈一點 泰君收到你就會開心 這樣才可以長命百歲 你整天只顧著那隻龜吃了東西 你自己吃了沒有? 還沒, 姐姐 就是了, 你自己還沒吃 就把米飯餵那隻龜吧 不要緊, 最重要是那隻龜肯吃東西 我聽他們說你那隻龜不肯吃東西 所以我拿了菜葉來, 你看他吃不吃 謝謝你, 姐姐 你的人就是這樣了 經常想著別人都不顧自己 就像今天這樣 被姑奶奶搶兩搶 就把那份賀禮說出來 只會給她一個機會 買一份更有心思的 贏了那顆夜明珠 不要緊, 能不能得到那顆夜明珠 也沒所謂 最重要就是泰君開心 也不知道說你笨還是單純 對了, 姐姐, 你又準備了什麼? 我才沒這麼笨告訴你 沒所謂 姐姐, 你看看 那隻龜終於肯吃東西了 對 謝謝你 娘子 山渣不吃東西會餓壞身體的 荔枝 對了, 龜重要, 人也重要 娘子, 你把山渣給了那隻龜? 哪有呢? 那我吃東西了, 我幫你餵龜 好 兩個人一條命? 什麼兩個人一條命? 這是我跟山渣的小小秘密 不告訴你 不告訴你 娘子… 娘子… 是請了御柱做了個仇土 祝你福壽相處 好…乖… 太君, 你要原諒師父 我今天做了小偷 我偷了天庭皇母娘娘的仙土 祝太君添福又添仇 媳婦真的很心事 恭喜娘 女兒祝你多福又多仇 好, 乖女兒 媽媽, 我和娘子 特意做了兩款四喜長壽麵 合共八種, 寓意八面玲珑 真的很精緻 一半是湯麵, 寓意風生水起 另一半是撈麵, 寓意盆滿撥滿 我很想直接嘗嘗孫媳婦做的麵 那就要認真一點, 陳家 很酸 媽媽, 你叫我嗎? 這些當然是你出的主意 是呀, 泰君 麵條有四種味道 有柚子、杏仁、棗子和梅子味 有幸做梅, 孫媳婦你想寓意什麼呢 千千不好意思說, 尚公你說吧 娘子的意思是 有幸能夠嫁入前夾 是上天做梅 做梅?我說做梅就真的 很有心思, 很聰明, 我喜歡 謝謝媽媽 謝謝泰君 不過為了公平 我也要看看其他的何禮 謝謝你 泰君, 山楊祝你, 福壽康寧 山楊送上長壽龜 山楊, 你真是有我的心 怎麼會這樣? 三天都放心了, 別哭了, 不會 別哭了 別哭了, 別這麼傷心 上公, 對不起 真可憐, 哭成這樣 山楊, 你太善良了 有人怕你太得寵 所以故意陷害你 姑奶奶, 你別燒人之心 當君子之福 山楊, 我來問你了 除了你之外, 有誰餵過那隻龜? 我是餵過那隻龜 但是也在整天之前 我下毒, 哪有這麼厲害 可以教得時間這麼準 他爹是做醫師的 蘇媽媽, 你不是含沙射影嗎? 說真的, 除了我之外 最想得到一顆夜明珠的人就是你 我沒有那隻龜 所以你就最有可疑了 算了, 不要吵了 那隻龜不死也死了 剛才我送媽媽去別院 他好像沒什麼樣子 就這樣算了 不行, 怎麼可以就這樣算? 不可以就這樣就不明不白 你說吧, 你信不信我? 娘子 你看, 連你相公也懷疑你了 姑姑 姐姐, 我很相信你沒有做過 但是相公不信我呢? 曹青, 你真是名符其實的操情 連山楊也害, 我沒有 小拉雅 太君說你贏了, 你的 太君還有沒有生氣? 太君一口氣又怎會這麼快下得到 本來太君受膽, 每個人都開開心心 每晚都想不到 最後竟然送上這龜西龜 你知道了, 老人家最忌諱這些 那其實太君是生氣, 還是… 怎麼還要問呢? 太君, 知道是嫁禍, 當然不會生氣 那些東西也認了她有餵過一隻龜 不過只差在未認下毒 現在你正在服侍她 小心連你也害了 我?但是小奶奶平時不像這樣 奸人平時又怎麼會奸給你看呢? 小奶奶 荔枝, 我不是叫你拿燕窩粥嗎? 為什麼這麼久? 我…我一時不記得, 很快… 小奶奶一定很肚餓, 你快點 這樣 突然間對小奶奶這麼好 還不是無事這件事 你說還不是小奶奶, 找鬼信嗎? 小奶奶… 小奶奶? 為什麼你會和武俱俊一起來這裡? 我打算炸炸炸彈說買醋 想看看昨天的事情怎麼樣 是呀…我們走了之後, 看起來怎麼樣 她沒事吧? 怎麼會沒事?生氣一定會生氣 不過我最不奮氣是她們哥哥當正 我是殺龜兇手 那隻龜明明是山楂 怎麼會把你燒起來呢? 就是那個姑奶奶, 一口咬地說我做的 還說我教我給山楂 會不會是相反 是山楂露道完之後教我給你呢? 不會, 山楂不是這種人 是呀, 不過我現在最不開心的是 連相公也不相信我 話說回來, 山楂這個人沒那麼低樁 相反你, 經常顧著欺負山楂的醋 人家想說不賴你也不行 是呀…所以他們一口咬地說是我做的 還有, 那顆夜明珠 我馬上還給泰君 一晚都不敢留 你是古話, 又不是陰濕 我肯定不是你做的 你贊我還是踩我? 現在你被人冤枉了, 還不想想怎麼反擊 激氣就有份, 相公又生氣我 山楂又不理睬我 見到我都運路走, 你叫我怎麼樣? 讓我點醒你, 你越是沉默 他們的人越是認定是你做的 所以你一定要找到殺龜的兇手 還你自己一個懲罰 說得對, 這麼快就被人打沉 怎麼像我曹操閉的女兒 好, 多打就多打, 燒賣就燒賣 好, 我立刻曹擎終於回來了 那你先幫幫我 曹操閉的兒子也幫你 糟了, 你遲了一步 你們這麼快就埋了一隻龜嗎? 一面師太說人去了, 已入肚為安 龜也一樣 我不敢說不對 不過我有個不情之情 就說想開官驗一下龜是怎麼死的 他已經入肚為安了 你還想打擾那隻靈龜? 還有, 娘子你為什麼跟叩少爺商量 也不跟你上公我說話? 你不信人言, 認定我就是殺龜兇手 我怎麼跟你說? 我銀針就帶來了 想驗一下龜是被人毒死的 還是受終正寢? 死都死了, 還要用針刺他? 死了就不覺得痛了 不行, 是不是你害死那隻龜 已經沒人再追究了? 你說不追究 但是在你心裡 你根本就認定是我做的 是, 別說了 開官驗驗他就知道, 來 不行, 你想慢慢不開心多一次? 那你是不是想我不開心一輩子? 娘子, 山渣的心情剛剛才平復 求你們不要再刺激他, 好不好? 姐姐, 這件事就這樣算了 不可以就這樣算, 況且現在是我被人算 而且那個人可能是… 娘子, 怎麼這麼說山渣? 我還沒說是他, 你就說我說他 為什麼你一定要針對我? 你是不是這麼恨我, 這麼討厭我? 我就是這麼恨你, 這麼討厭你 是你給我和你分享這個混蛋 混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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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聰明嗎?我夠吃酒了 你忙忙嗎? 好聰明, 請坐吧 是的, 泰君 媳婦, 希望你不要介意 我要在你面前教訓那些小子 怎麼會呢?奶奶, 我弟弟很出名的 你幫我說一下他, 我真是求之不得 舅少, 你畢竟是長輩 怎麼可以跟小子一般見識? 還要幫我的質色幫得出面子 這件畢竟是我們前家的家事 我路見不平拔刀相作是我的性格 沒得改的… 體君在這裡, 別拼嘴拼蝕 是的, 立刻閉嘴 還有你們 剛才在外面唯一隻龜吵得這麼大聲 吵得我們連在證室裡也聽到 這裡是佛門清定地 菩薩也不得安寧 簡直丟了我們前家人的架 你還不快跪下認錯? 對不起, 媽媽 說真的, 當日受宴 忽然之間看到這種情形 一點點不開心一定有 但我… 不准哭, 有什麼好哭? 山澤, 媽媽一定會原諒你 後來我想心一層 說不定龜為我擋了一劫 才會歸西 於是我就聽一緣師太太的勸告 跟龜超渡 好了, 媽媽沒生氣你 我也沒生氣孫媳婦 婆婆真是有容人之量 大凡女子, 多數善道 孫媳婦這樣做一點也不奇怪 對不起, 泰君 剛才我的確過分了 阿朱色, 山渣從小跟著阿通 她倆的感情很深厚 所以無論阿通去娶誰也好 山渣都會是她的妾子 這條是她唯一的出路 我明白 無論如何, 山渣認命 你也要認命 是 阿叔, 你找阿叔去挖龜屍? 你想毀屍滅跡 我知道了, 你是殺龜兇手 姐姐, 為什麼你要殺死龜? 現在搞得大家都以為曹青做的 你不用這麼大聲 我只是想弄我泰君的仇宴 讓他們家無寧日 我沒想到會令你清清 搞得他們家無寧日? 你是前家的人, 怎麼搞自己? 我是被迫的, 我不是心甘情願的 我知道, 鬼叫你當時賭輸了嗎? 我中了錢莊的詭計 什麼? 我嫁進去之後 才知道我當日輸錢 是那個錢莊跟那個陶老闆合謀 一個就做壞人 而這個錢莊就扮好人 表面上就是幫我還錢 實際上是逼我嫁他 既然是這樣 你可以當頭踢爆他 然後離開錢家 我就這樣離開錢家 豈不是什麼都沒有了? 你別忘記, 這個錢莊吞了我們一路賺 他處心積累, 敢讓我嫁給他 你以為他這麼容易死休書嗎? 所以你就想報仇 弄得錢家的雞丸不靈嗎? 總之我要他沒有一日子過 姐姐, 你這種與敵同眠的方法 我真的很勇佩 不過會不會比較划算? 錢家有財有勢 這次我一定要連本帶利地拿回來 姐姐其實報仇的方法有很多種 不一定是深入苦悅的 不如這樣, 我找人打錢 撞一身就行了 那有什麼用? 對了, 你不用擔心 我已經有分數了 一世人兩子弟 你千萬別把我這個秘密趕出去 不過我答應了曹青 說幫他查這件殺龜案 你再這樣查下去一定會連累我 你不是想告白我嗎? 那又不是 過世吧, 我會在太君面前說好話 事情就會慢慢大亡 好, 總之你不要被清清發現 叔叔, 我出去買點東西 待會回來 好, 走 這麼巧, 曹晨, 什麼事? 過來… 怎麼樣… 等一下, 艷成怎麼樣? 就是這樣的 昨天我去到霧的時候 突然陰風陣陣 我又見頭暈, 從腳抽筋都不知道 是不是… 撞邪? 對, 可能是撞邪 可能是龜才顯靈 我們以後不要再打擾那隻龜了 你之前又拍了心 說一定替我塗水落石出 現在又縮沙?你真的沒有句準 那我就想過 那隻龜已經入土為安 我們不要打擾了 我才不相信我什麼鬼神的事 你不去我自己去 不要亂來 其實最後我也打開了一個官 那結果怎麼樣? 結果那個霧是刺的 刺的? 刺的? 那個霧是刺的 可能是衣冠寵 龜也有衣冠寵? 那師太可以跟龜超道 一樣可以做衣冠寵給他 那就是不能沉冤超說 其實前家上上下下 一向對你有偏見 只差一次半次 算了吧, 好嗎? 你很累, 很累的 媽媽, 你很快就會睡著了 我很累… 碧雲, 這麼久以來 你有沒有做過對不起我的事? 有 有? 有 那你做過什麼? 可不可以告訴我嗎? 我騙你說我沒有銀子 其實我收了很多私機錢 那你收了多少私機錢? 多少? 多少? 你又沒有銀蟲 敢輕薄我娘? 你不要忘記了 她已經不是你的娘子了 你這樣可以過來調戲梁家婦女嗎? 你誤會了 娘, 你不要幫她 正義哥跟我試竹遊術 不信你看看 早說嘛, 幹什麼? 還想嘗試用竹遊之術 幫計準重做個夢嗎? 我剛才找你娘試過, 真行 正義哥 那我剛才跟你說了什麼 是, 你正經一點好 不然我告你挑起證人筆子 秋風起三蛇肥 我們一起上山捉蛇一捕 我告她嗎? 蛇旺就蛇旺, 把我拉下水 你幹什麼? 你說捉蛇, 坐來幹什麼?走吧 痛…弄傷腳… 弄傷腳? 弄傷腳 不行… 要捉蛇, 怕蛇咬斬柴佬 傷及無辜就不好 你麻煩, 我要捉蛇, 你坐在這裡 不行…萬一有蛇, 我害怕 那你想怎麼樣? 不如你揹我吧 我的樣子像傻子一樣 不行, 很累了, 先休息一下 糟了 糟了 又怎麼樣? 我忘了那封公文 找不到那封東西, 殺偷也知道 你不要這麼誇張 一定是掉了在剛才伏親那裡 快點揹我下去找, 快點… 快點 失神福 你怎麼這麼重?你自己找吧 好… 在哪裡? 我醒了 一定是你剛才被我上山的時候 躺下躺下躺下 你趕快把我上去找 你瘋了嗎? 殺頭的 你死好我死, 我先回去 就是這樣 笨… 笨… 我都少少代你不薄 那個新成年 之前要抓你, 要傻你的事 我又哪一次 不是想辦法幫你脫身? 你還完了沒有? 縮手 不縮 縮… 傻瓜 傻瓜 你很重 我走不了 你要找, 你自己走下去找 很累 原來公民一直都沒不見 在我身上 在我身上? 你這個臭小子 我這個水龍還會出聲 聽我說… 聽我說… 如果你覺得很累 你就先睡一會吧 這把槍這麼熟 你現在力進跟屁 跟屁力進的 我知道了 你們倆合作弄我 我們都是想幫你搞錢做夢 幹什麼? 縮手 上次的鎖業成功 是因為你精力旺盛 不聽我指定 你看現在, 你多累 你很快就睡得著了 來 你現在真的很累 你很想睡 你睡著了 現在進入你的夢鄉 你回到小時候 住在城隍廟裡 見到蟲蟲 蟲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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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蟲 不喜歡, 在外面探柳蟲蟲蟲蟲蟲蟲蟲 好花花心多多, 當我母母女死眼 我差死你… 差死你… 怎樣?你在夢境裡見到什麼? 是啊, 見到什麼? 說吧 蓮子蓮子, 蓮生貴子 保佑我阿青, 快點有喜 這樣就沒有憑子貴 前家上下, 就不會再給他面子看了 這裡是我風水之地 我把艷性之物埋在這裡 一定會很靈驚的 先去牆腳 蓮子蓮子, 怎麼這麼邪惡? 我…不要拿屁股上身了 我…我看不到你, 你看不到我 我看不到你, 你看不到我 你看不到我, 我看不到你 很重… 阿智小姐, 我們先去送貨 小心點, 慢慢來, 不用趕著回來 好… 朱瑟, 女年來的天井很骯髒 麻煩你進去送給她 姑奶奶, 我已經做了一整天沒停手 又要打草, 又要送草, 又要搬草 你要頂著這個醜汙氣 我不是故意奴役你, 你不見嗎 剛才阿張阿可去了送貨 我又要看著她的店面 這樣才麻煩你, 你這麼年輕力壯 你也夠常說自己年輕力壯 又不叫你幫忙擔擔抬抬抬抬 我十歲就開始出來深掃幫忙擔抬抬抬抬 我有什麼沒做過? 泰君說過的 身為前階的媳婦 就要為深掃盡心盡力 你是不是連泰君說的話都不聽? 不想經常拿泰君出來騙我的 力壯如牛都被你們奴役死了 養一隻牛就省得多了 把草給牠吃就行了 你知道你多貴嗎? 我們前家每個月都要給你娘禮金 吃五十六兩的 你也會說, 你們寵我回來是做媳婦 不是做牛做馬 我應該留在前家照顧相公 你的相公有山肘服侍就行了 你安安分分留在這裡做事 還不進去打掃? 我不管, 我無論如何都要坐下 你信不信我? 炒了我… 你真可憐 你真可憐 炒了我… 娘? 娘? 我說我們親家姑奶奶 我真的替你辛苦 怎麼? 整天指手畫腳罵人 手指不累嗎? 怪不得那些人說 陰陽失調的人是特別怒氣的 忍她… 陰陽失調? 你女兒真的陰陽失調了 你不知道嗎? 我兒子有幾天沒跟她聊天了 娘, 其實我今天很忙很忙 不如我晚點再來探望你 你先回去吧 你沒空而已, 我有空嘛 我幫你 那就麻煩了, 趁家奶奶 慢慢來, 自便吧 阿朗, 你之前弄了一條腰 進來坐地陪著我就算了 哪有你那個姑奶奶 你那個姑奶奶真離譜 用不用本?我真的沒那麼蠢 被她碰我 對了, 阿通還為了那隻龜生氣你嗎? 那隻壽龜死了, 個個都入了我的錢 那個沒有據準又說替我查真相 結果就失去了夏文 總之這娘是黑仔 兩人都當黑 娘, 你有什麼事? 我…沒有, 我是說店裡拍烏鷹 我一定沒有生意而已 算了, 夠吃就行了 況且每個月錢家給你禮金 說起錢家真是絕 所以你為了我 我是說你為了阿通 都要忍…忍他 我去求了一道護身符 阿通, 順道多求一個給你 怎麼有風? 不是這麼黑, 是嗎? 娘, 找不到, 不僅是黑 還撞斜了 屁…吐口水光光 好 貴靜了 娘, 娘, 你沒事吧? 怎麼這麼順暢? 沒事… 我還是不妨礙你做事, 我回歸了 不是呀, 你沒有躺傷腰骨吧 沒有, 你娘, 我鐵打的 是嗎?大哥, 沒事了, 是嗎? 走吧, 沒事的 鬼整區這麼邪惡? 不是呀, 還是… 光而不入, 一定有關 阿通, 你不是說他回去再審嗎? 還不妨礙? 沒有打草堅, 跟著他 莫怪… 莫怪我可可俗 寶貝月不識世界, 冤有頭債有主 我賞了香給你, 你吃包了 早點上路, 早燈極樂 你不要為難我, 冤有頭債有主 我真的不是有心的, 你不要害我 貴政你嘛, 人嚇人沒藥醫的 失驚無神的盼尼杯而已 心血少一點, 都被你嚇死了 你聲如紅燭罵人, 誰才被你嚇走 鬼 鬼 找到了 鬼就沒有了, 鞋骨就有一副 這次人裝並鑊, 我終於開破案了 你這是什麼? 你一副鞋骨是你老公的 之前你在公堂之上 死口咬定話, 沒副鞋骨 怎麼證明你老公死了? 原來夾槍藏屍 難怪我找了二十年也找不到 那副鞋不是我老公 那你在這裡拜什麼? 我想買了一些驗性之物 誰不知那磚一掉出來就看到了 你這麼說, 三歲的弟弟都不相信你 帶他回衙門, 找人起骨 都說了那副鞋不是我老公 你這麼說 你不能抵賴了 我除了物證之外, 還有人證 人證? 有一個當年親眼看到你殺人的人證 不到你來抵賴 走 什麼人證? 什麼鬼弄你嗎? 讓開, 讓開, 讓開 讓開, 什麼事? 麻煩讓一讓 英明, 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不讓我們進去? 我娘呢? 新部隊裡面搜集證據, 誰都不准進去 搜集什麼證據? 不是我娘發生什麼事吧? 我娘, 毛巨準, 你知道什麼事嗎? 不如讓阿森捕頭出來你自己問他吧 找到了 黃天不負有心人, 終於被我找到了 這雙鞋是我爹的, 你拿來幹什麼? 連你也認得 證明繼準你沒看錯了 關繼準什麼事? 究竟發生什麼事?我娘呢? 你娘正在協助調查 我追查你娘殺夫因案, 終於水落石出 繼準, 跟我回衙門 鼎證吵吵吵閉嘅, 讓開 讓開 你… 我也不想的 快點 快點 不须敬怕 舊相伯 会否因你而放下 面前是你吗 走如梦境一般 不再有落差 交给你 从未应许的期盼 是你吗 未来亦不需敬怕